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秋山 很高兴和大家继续分享喝茶养生小知识 今天我们一起品尖一块盐茶老虫水仙 什么是老虫呢 老虫就是我们的茶树 树林是60年以上的称之为老虫 喝盐茶的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么一句话 香不过肉贵 纯不过水仙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是百年老虫水仙 就是说它的树林已经超过了100年 像老虫水仙因为是巧木香气也是非常高的 茶汤顺滑 果香味它比较富裕 越放越久呢 层次感非常突出的 所以说老茶客们都很喜欢追求这样子的极致的一个口感 话不多说 接下来呢 我会从茶叶的外观 颜色 香气 还有入口的口感给大家从这几个方面 我们来一起品鉴 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得到茶叶的颜色和它的调索 因为是属于巧木形 所以说它调索比较长 草子的工艺呢 分好几次 调索比较紧实 也是有一个盐茶的代表性的黑色 黑中呢 带一点墨绿墨绿的颜色的感觉 在泡盐茶的时候呢 建议小伙伴们用开水 因为盐茶它是比较老的一种茶叶啊 我们去用水第一次去醒茶的话 茶汤会更好的激发这个茶的香味 一般洗茶的第一遍我是舍不得把它倒掉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好的茶来之不易 每一泡都是精华 从第二泡我们一起来欣赏它的汤色吧 泡盐茶呢 我建议小伙伴们是快进快出 每一次泡的时候这个茶汤都要把它倒干净 我们洗茶之后的第一泡 颜色呢 是比较明亮的 有点红中发暗 但是这种暗呢 又是透亮的暗 入口呢 它的盐韵是比较足的 然后备火的味道还是比较足 那有淡淡的一点果香 但不是那么的突出 这是第一遍的一个口感 那我们来泡第二泡吧 第二泡呢 盐韵没有那么足 慢慢的在退去 可是它这个果香味 还有这种淡淡的木字味 还有一点果酸味呢 会出来 酸呢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茶不好 而是它特制的盐茶中的一种果酸 它是那种香香的酸的一点点尾调 然后呢 也比较生津 整个口腔到喉咙这个香味 是一直好像持续下去的 好 我给大家泡一下第三泡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泡的颜色呢 要比前两泡深一些 其实在华丽的词语呢 我觉得都找不出这种来形容 就是觉得这个茶越喝越好喝 你喝吧 哪怕它烫 你都想多喝一点 多喝几口把它喝进去一样 喝完之后呢 喉咙到口腔都是有这种果香味 蜜蜜的花香加果香之间的这种回甘甜甜的 又有点甜 又有点酸酸的感觉 但不是那种特别酸 喝到这样的茶我都想一饮而尽 就是有点烫 第三泡喝完整个身体就在发热 然后除此之外呢 就是整个口腔 盐韵 还有这种香味呢 很持久 就像我和你隔着屏幕说话的这个时候 口水都是从舌根下面涌出的 香味一直是持续的 其实第四泡的口感和第三泡是差不多 但是它每一泡之间呢 火味和盐味是往下走的 更突出的是果香味比较富裕 层次感也比较丰富 到了口腔里面 这个香味啊 流长的越来越久 我们可以看到四泡茶汤的颜色 变化不大 像这样子的煮火的盐茶呢 每一次备火了之后都会退火 退火完之后我们再备火 让它是经得起岁月的沉淀的 像这款老虫水仙 至少可以泡到十二三泡以上 每一泡的话它的味道 调性都会差不多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关注到了一百呢 我们会抽两个小伙伴寄出 喜欢盐茶的 一定不要错过这款老虫水仙 今天就品鉴到这里 有不足的地方 大家可以提建议 还想品鉴其他什么茶 也可以给我留言 那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好 谢谢观看